14号 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王伟忠会见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一行 就在深圳合作建设脑科学重大基础设施 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等进行的交流探讨 双方表示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 加强在脑解析与脑模拟 类脑产业发展 生物制药等领域研究合作 共同推进相关重大科技设施 研究机构建设 吸引更多海内外高层子人才来深开展前沿研究 不断提升基础研究能力 扩大创新的源头活水 助力深圳加快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做贡献 中科院院士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叶玉如 美国科学院院士罗伯特·德西蒙教授 德国科学院院士尼可斯·罗塞·格塔斯教授 会见时在座 在深期间 他们就深圳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建设 进行了研讨 市领导张虎 郭永航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陈十一院士参加了会见